这视频我剪的头发都掉光了 你这叫剪辑 你这是自虐 啥软件能救我 救他 没错 素材烂 镜头太短 画质太扎 背景太乱 这几乎是每个剪辑新手的噩梦 大多数人这时候都会选择删掉重拍 但在我看来 这根本不是素材的问题 是你还没学会怎么用AI无中生有 但今天 我不想当剪辑师 我想当了魔术师 我用Filmora 15 最新AI模型 把这些指定要求回收站的垃圾素材 直接变成你买不起的样子 直接用最少的时间 把视频提升十倍质感 点好订阅收藏赞 我们马上发车 想象一下 他把所有AI模块 AI影片 AI影像 AI文档 Filmora 把这些核心功能全部都给你摆桌面上了 所以我完全不担心大家不会剪片 这个就叫专业 我的目标很直接也很暴力 就是用它的AI核心功能 现场实操给你看 看它到底能不能把剪辑这件事直接变简单 软体安装好 一打开就是这个界面 Filmora不会把功能藏很深 而是核心功能直接摊在桌面上 奶奶都知道要怎么玩 左边这个工具箱 就是Filmora的重头戏 它把所有AI能干的事全打包放在这里 不管是AI生成影片 图片转影片 智能剪辑还是调光调色 你想到的 它基本都替你安排好了 先点这里新专案 正式开简 这里有个汇入按钮 所有素材从这里进来直接丢到下面的时间轴 右边是编辑区 剪调改 效果都在这边完成 中间这个画面就是实时预览 如果你一看什么素材都没有 也不用慌 点这里的素材库 像这种纹身图片功能 这里接的是最新的VIO3大模型 所以画面质量这块真的可以不用太担心 再把提示丝粘上去 比如一位女性艺术家站在画布前 然后开始生成 这样一个精致的素材就完成了 直接把做好的素材拖到时间轴用就行 刚刚这段只有8秒不够看 点左侧影片延伸上传刚才的片段 加一句提示词让画面继续往下走 解析度时常选好 然后交给它开跑 我们来看看 整段延伸衔接的很顺 画面过度自然 所以我还正给搭上了 我再提一下Fillmore的新功能 在某段素材上点击一下 上方工具栏就能看到 建立复合剪辑片段 点完之后 这段素材就被单独拎出来了 你可以在里面慢慢加效果 调细节 外面的主时间轴完全不会乱 主线细节分开处理 思路清楚很多 剪的时候会明显感觉顺了不少 这里面我顺便给你介绍一个 真的很好用的新工具 叫形状 在中间工具列里面 有一个叫绘图工具的选项 里面有一个钢笔工具 我们可以直接在月亮画面里 拉出一条虚线来设定路径 简单试一下你就会发现 还挺好看的 画完之后还能调颜色 效果 光韵 这种视觉效果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 然后回到主要的时间轴里面 在次要时间轴已经完成素材编辑 我真的很想做小玩意儿 修照片都会顺手美颜一下 这个大家都懂 现在Fillmore实物里也能直接做到 把素材拖到时间轴之后 到上方的效果分类 找到身体效果 我随便套一个给你看 右侧的编辑面板里 你还可以自己调强度 想自然一点或者明显一点都行 我们来前后对比一下 这种功能大多数人应该都会用得上 对吧 谁还不开个美颜呢 我 就是 我 还有一个新功能 剪辑完影片后 通常都会加一个配乐 对不对 在上面的音讯选项里 有AI音乐和AI音效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素材 直接生成AI音乐 比如这段画面 给它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在那下面选择音乐的持续时间 然后开始生成就好了 出来三个 我们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然后听听看 如果换成你 你会选择做成纯配乐 还是加一个会唱歌的角色呢 在费用方面 有超级年轿方案 可以享受免费试用 Femora创意素材一年 这点真的很划算 另外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福利 在评论区留言 我想尝试 我会随机抽取观众 为大家发放阅读会员 看到这里 就赶快敲击你的键盘 留言给我吧 好了 今天我们已经把 Femora也舞的AI核心功能 几乎都实测了一轮 从V3图身视频 AI视频延伸 创意刚比 AI美颜 到AI音乐 有些功能老实说 一旦用上 真的能大大提升 你的AI影片编辑表现 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原来剪片 真的不用这么累 但你现在应该也感觉出来了 这套工具的上限已经不只是顺手 而是明显比你现在用的剪辑软件高一截 所以如果是你 你会先用它来省时间提升效率 还是直接开GM模式开始赚钱 留言跟我说 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Kiss her, kiss her, lover You won't move, you did